大家好,我是YourDream珠宝频道主播幽静 很高兴又与大家见面了 上周国际钻石市场因需求不振导致钻石元石市场进一步下滑 戴比尔斯7月份销售额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6% 达到4.1亿美元 上半年收入下降21% 达到28亿美元 盈利则下降83% 金额为8500万美元 由于价格下跌导致形成买家市场 美国联准会将利率上掉0.25个基点 意图将通膨从6月份的3%降至到2% 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7月份增长6% 国际市场对一些主要钻石制造商 转向培育钻石的担忧日益增加 比利时安特卫普钻石市场因暑期休假关闭 在Tiffany纽约旗舰店的重新开张 注入业绩后 LVMH集团上半年的珠宝和手表收入增长11% 来到60亿美元 以上就是上周国际钻石市场的最新资讯整理 谢谢大家的收看